我经常呢在留言区就看到有朋友问我 就说哎呀但大陆现在是不是经济很差呀 然后都下岗了没有工作呀 失业潮啊店铺倒闭呀等等等等 说实话我跟你看到的这些信息的话 基本上差就是不大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通过网路上看到的 我现在不是生活在台湾吗 对不对我也很久没回沈阳了 但是那天我朋友跟我聊天 沈阳的好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下 当我跟他说台湾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我说给我发了这个六千块台湾 我的朋友以为我在开玩笑 并且表示很羡慕哈 他跟我说了这些事的话 我也感觉他在开玩笑 我的天哪真的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吧 但是我知道我今天可能这个影片一说完之后 就前两天我不说回不去了 就说了沈阳一个面包 面包的那个口味的话呢 相经我觉得比较重 我的天哪好多人都翻墙过来骂我呀 反正我又对不起祖国了 又对不起什么 什么生我养我的土地了 我又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了 什么有人说我什么 用尽手段在抹黑呀等等的 我真的想说哈 告诉你一句话 分享一句话 白的它永远抹不黑 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 你不要觉得说别人说出不好的事情的话 就叫抹黑 要有点自信 白的永远抹不黑 开动了 今天这几个菜都比较好煮 这个堵的话是在卖卤味的地方 人家卤好的 切一切就好 老公这堵绝对下韭菜 喝高粮不 我拿来 冰箱里有 我去拿 等一会儿配高粮 冰箱冷冻过的甜甜的 哎呀好好喝 炒了个小白菜 我放了枸杞 然后这是我女儿跟我老公的最爱 这个什么 哎呀最爱之仪吧 这个是半素鸡 我煎了个金针菇蛋 好了开动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这帮爸都是开杠的时 帮阿丹起来也订阅 都瞎 吃完晚饭了 聊聊天吧 哎呦好热啊 大家你家那边闷不闷 我怎么觉得桃园这两天好闷呢 真的一点风没有好闷 我刚才就是拿三脚架 然后呢动一动灯打开 我就一头的汗 一头的汗 我这个前两天呢 就是不能说前两天 就是一直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话 就陆陆续续就收到留言区 有人问我说的 哎大陆的话是不是现在经济很差 大陆的话失业潮啊 店铺倒闭啊 然后等等的 然后问了我一些问题 是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首先来说的话 大陆太大了 不是说任何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说都一样的哈 就是整个字不好 经济不好的话 全全中国可能经济都不好 嗯 这个是不会的哈 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状况 然后 主要是因为我跟你一样 我也生活在台湾 所以说我唯一 我俩不同的什么 我认识可能更多的中国人这样哈 认识更多大陆人 我可以问问他们的 那边的状况 所以说这件事我真就问了啊 今天跟大家讲 前两天的话呢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把这个对话贴出来哈 我俩微信聊天 他就问我说啥叔叔回谁要去哈 什么的 说已经开通了 你咋还不回来呢 什么的 我说你想我了 我们两个就开玩笑这样 他可能就心情不太好 我是他心理医生 他呀真的是从 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你看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他的话都是心里边不开心的事 啥都是我开导 真的 然后他就说我嫁到台湾来的话 就是他都少了人开导他这样哈 他时不时就惦念我 他就说啥时候回来呀 怎么怎么样的 我回去沈阳 都会在他家住成两三天 我们两个就聊天这样 我说我想说呢 就让他开心一点吧 有点什么开心的话题哈 我就没跟他纠缠说 我知道他现在心情不好 他才会这样找我这样 然后我说 那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他呢 我们两个那个对话的话 你看是我先说的 台湾普发了六千块 你台币每个人哈 这句话是我先发出去的 但事实上 就是网络这个时差的问题 其实是他先问我的 就是他 他也在问我说 怎么的 啥好消息 就是你们台湾怎么 还能发钱玩啊 就是我们东北话说话的 不是说这个是玩弄啊 什么这意思啊 就发钱玩啊 就是他挺不可思议的这件事情 我说对啊 我说发了这个 发了每个人发六千块 他也是觉得挺惊讶的 他挺惊讶 一开始就在他 就是觉得不可能的话 才会说你们咋的还能发钱玩啊 没想到真的发了 他就问我说这个什么钱 我大概的话 文字的话可能也说不了那么多 我大概就说了一下 哎呀我的朋友 直接打就是羡慕 真好这样 然后呢我后面的话 就跟他有继续聊一些 聊了很多 所以说我就不接屏了 我就问了他 我说沈阳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怎么样啊 我说店铺有倒闭很多吗 我说有很多人就是失业吗 我问了一下 他说店铺倒闭很多 倒是没有 他说你放心 就算是有有做不下去的倒掉了 他说还是能租出去 店铺还是可以租的出去 因为还是有人就是 怀揣着创业的梦啊 还是会租店铺 去做这个小生意这样 所以说你看到店铺都关闭的话 那不太可能 是这样 就沈阳的话 他说还是一样 你看起来还是很繁华的样子 这是他跟我讲的 然后我说那物价方面呢 有没有很贵 他说沈阳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物价收入的话没有南方多 物价的也没有比南方便宜多少 房价也贵 沈阳的房价就是跟收入的比较 跟这个南方比的话也贵 然后这样他跟我讲 我说的是沈阳啊 朋友 不是全东北 全东北有一个地方 鹤港好像是 有全中国好像是就是楼房最便宜的地方 几万块钱人民币就有 就是在鹤港 所以说我说的不是全东北 我就单说沈阳市区这一块 然后呢 他就跟我举个例子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前两天他带他女儿去吃这个寿司 旋转寿司 他说久久才去一次 他们以前大概是之前去的时候 他说他都忘了啥出去的了 就很久之前 他就说呢 原来是这个吃到饱的形式 248一个人 248我想想看 嗯 成你 我就按汇率大概4.3算 大概 一千出头吗 这样一千多 那你要是旋转 你要是寿司吃到饱的话 其实这样是划算的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就是他跟我说完之后 我更吓到是什么 他说现在换了 我说久久没去吃了 他说这次带着女儿去吃的话 他说换了 换成这个旋转寿司了 他说就是那种 就像我们这边的蒸鲜啊 上寿司啊 就是这些 他说就是旋转的了 这个一盘多少钱 这种 他说盘子的话分两种 白色的盘子 我接到收片给大家看了 这是他拍给我的 白色的盘子的话呢 是11块钱一份 然后呢 这种金色的盘子的话 是25人民币一份 哇 我一看 它那是两个那个 就是鱼软的那个 两个鱼软的 25人民币 哇 那不是要100 100块 100出头了 对不对 哇 这在台湾的话 我记得60块 是不是 这样两个 是不是 我记得是 常去吃的朋友 给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减糖的话 我现在很少去吃酥子 都是我老公带我女儿去吃 我记得我吃的时候 是60块 好像是60块 这样一份 哇 你看这样要贵多少 可是你要知道 沈阳的收入的部分 沈阳的收入的话 当然 我说的这个是 比较高的 什么中高档的 这样的食品了 如果说你在一些 普通的餐厅 甚至是自己买菜 回家做的话 那是比我们在台湾 买菜的话 是要便宜的 就是 是几毛钱呢 什么 一点块钱呢 什么一斤的菜 很多很多 几毛钱一斤的菜 白菜土豆啊 就是马铃薯 就是这样 很多很便宜的菜 可以选择 自己做 相对来说 要比外面这样便宜 很多很多 像你在路边 如果说你吃的是什么 像冷面啊 什么的 面啊 什么的 在这个基本上的价格的话 嗯 十多块钱 五六十块钱 可能比台湾 要稍微低 那么一点点 但是朋友们 你要知道收入比吗 收入的话 台湾的话 看牢基法 最低收入的话 也要合则人民币的话 大概六千左右 这样 按照牢基法嘛 现在就是规定 我算下来 和六千左右人民币 但你要知道 在沈阳的话 沈阳的话 普遍的 这个薪水 普遍的薪水 咱不说太高的 也不说太低的 普遍的薪水 大概在落在四千左右 因为我的这个 好朋友的话呢 他就是在 沈阳三好街工作 三好街 他的薪水的话呢 就是 三千五 他有年终的话呢 有一个月 因为都是私人老板开的 好 是这种 就这个 就这个薪水 然后呢 有帮交这个 有帮老保 医保 然后他的先生的话呢 就是在一家 也是算私人的企业 就是在一个美宇 培训学校 他先生的话呢 反正就加价班呢 一个月有五六千块钱 所以说我大概 平均来看的话 就是沈阳的这个 基本收入的话 我抓在四千五千这样 四千多一点吧 四千五千这样 所以说如果说你四五千块钱 这样的收入 这样的消费占比来看的话 比台湾的话 没有差 没有就是物价的话 没有跟台湾差特别多 但是要知道说 收入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因为我拿的是 劳基法最低的这个收入 来对比看的 所以说你说在沈阳的话 这样的生活压力大不大 我刚才我朋友呢 就是 刚才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我们就又聊了一下 这件事情 他就说 我现在这是什么 不是在骑电动车 因为他骑共享电动车 下班的时间 他说我现在不是在骑电动车 他说我这是 行走在水生活的当中啊 我说你别给我来这一套 他说真的 真的是这样啊 东西都挺贵的 就是你在外边吃啊 用啊什么的 东西都不便宜 但是收入的话 房价包括 因为他们家住的是 爸爸妈妈留下来的老房子 他们家一直想换房子 真的换不起 太贵了 然后他们家那个地点位置又很好 他又不舍得搬离他们家老房子 那个地点位置 去更远的一些买一个 他能接受价位这样的一个房子 所以说他就一直都没动 就住在老房子里面 还好那个老房子学区 他女儿的学校的话是重点小学 重点小学 好多人都是花钱去上的小学 他就算是稍微就是因祸得福了一点 虽然说房子不好 房子也不大 但是呢 交通很好 在沈阳市中心的位置 真的是市中心 沈阳踩电塔旁边 真的市中心的位置 然后他上班也近 小孩子学区也好 这一天出来的话 可能会有人吐我 什么我又抹黑中国了 什么之类的 抹黑生我养我的土地等等的 我觉得不存在 我就实话实说 有台湾朋友不了解的东西 如果我知道的 我可以去向我大陆的朋友来求证的 得到一些答案的话 我就分享出来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就是白的永远抹不黑 所以说都要有自信 你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谁一说什么 你觉得说到不好的 那就是抹黑 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这不存在是抹黑 好了 那阿丹就聊到这了 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